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的这段影片里面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讲课本的13-4 也就是Wave Equation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用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的方法 来解这个Wave Equation 那其实跟之前解Heat Equation 的过程是大同小异 我们也是先去满足边界条件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可以找到 一大堆它的Mode 那这个观念我们等一下再讲 Wave Equation 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再强调一遍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利用 这些Mode 的 Superposition 去组出一个可以满足 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s 的解 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像说 事实上这个绳子 就是说像我们一开始 在这个例子里会考虑的 是一个两端固定的绳子 然后我们把它拉到一个初始的 垂直位移 然后呢还告诉你 它在每一个点的初始速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解说 它每一个点的垂直位移 与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那我们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会去 先不考虑的初始条件 然后把这一根绳子 也就是这个 这根绳子它的不同的振动的Mode 去解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用不同的Mode 组成了Superposition 去符合我们的初始条件 那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那这个绳子的Mode 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事实上就是由我们的边界条件决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把边界条件定下来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把绳子 我们有一条弹性的绳子吧 然后把它两端固定 那你也知道说 如果我是 就是固定的两端距离很远 或固定的两端距离很近的话 事实上它震动的模态 也就是它的Mode 会不一样 那所以也就是说 希望各位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能够特别注意这一点 所以13 14 主要就是要讲Wave Equation 那当然因为这个Wave 跟我们光电系特别有关系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去 特别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解 然后告诉我们它的不同的Mode 那它的频率啊 还有那些 它们构成的驻波 这一类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从Wave Equation开始 所以这个U 是我们的Dependent Variable 我们的Independent Variable 有X跟T 所以我们的边界条件 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绳子 那这个边界条件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X等于0 跟X等于L的位置 绳子永远是固定的 所以不管你的时间是什么 只要T大于0的时候 在X等于0 跟X等于L的地方 U都等于0 所以这里不会动 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的初始条件呢 有两个 一开始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绳子 被拉成这个形状 所以这就是他们初始的绳子的形状 然后另外 可以给各位它 在T等于0的时候 每一个点的速度 那就是垂直方向的速度 所以你看嘛 partial U partial T 指的就是 因为U的话 是Vertical Displacement 所以这里指的是 每一个点 就是每一个X位置的这个点 它垂直方向的速度 所以这是我们的初始条件 那解这个的话 其实跟前面的那个 heat equation 很像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s 的方法 那再次跟大家强调 就是说我们在解这里的时候 那我们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s 所以会把 那个 偏微分方程变成 那个 把偏微分方程变成 常微分方程 然后 解常微分方程的话 用的就是我们上学期的 方法 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讲它 所以我们也是去假设 这个product solution 就是一个X的函数 乘上一个T的函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带回去 然后把X跟Y分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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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 那我们就定它们 等于一个separation constant 叫做浪大 那这样一来呢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两个 常微分方程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利用我们的边界条件 那其实跟之前一样啦 我们把这个 把0带进来这里 跟把L带进来这里 然后你发现说 不管什么样的 T 这两个边界条件都要符合的话 那我就可以得到 x 的 0 就可以得到 x 的 0 等于 0 跟 x 的 0 的这两个边界条件 那再利用我们刚刚的这个常位分方程 我们就来先解这个 Stern-Nuble Problem 那解它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说 只有在 λ 等于 α 平方 α 大于 0 的时候 它有意思 那不然的话呢 你去解出来的都是 Trivial Solution 也就是 大 x 的 0 那就是 0 整个都会满足 那这一个解出来的话呢 它是 x 的 x 等于 c1 cos x 加 c2 sin x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两个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说 λ n 等于 就是在特定的 α 也就是只有在 α 等于 l 分 n π 那 λ 等于 α 平方 也就是 l 平方 分 n 平方 π 平方的时候 它会有解 解出来的 lambda 就是我们的 eigenvalue 然后我们解出来的 x 就是我们的 eigenfunction 这边 n 等于 1 2 3 所以这个 lambda 是我们的 eigenvalue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eigenfunctions 然后我们还会知道说 这些 eigenfunctions 它们彼此是 orthogonal 然后一个 eigenvalue 会对应一个 eigenfunction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lambda 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了 lambda 是什么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 lambda 带到这个 微分方程 就是把这些特定的 eigenvalue 这些 lambda 带到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就可以把 t 解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到 t of t 會等于 an cos l分之 m i a t 加 b n sin 所以你看我们就把 x of x 跟 t of t 给挤出来 那记得就是说 对应每一个 n n 我们把 initial condition 留着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 所以记得这里 对应每一个 eigenvalue 也就是对应每一个 n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eigenvalue lambda n 那也就是说这个 n 等于 1 2 3 这样下去的时候 这样下去的时候 然后对应每一个 n 我们就会有一个 x of x 然后乘上 t of t 然后乘上 t of t 所以乘出来呢 就是 an 乘上 cos sine of l 分之 m pi a t 加 b n 乘上 sine of l 分之 m pi a t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 t of t 然后 x of t x of x 的话 反正 c 可以跟那个 ab 混在一起 所以就 直接写 sine of l 分之 m pi x 就好 所以意思就是 n等于 1 2 3 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 去把他对应的 x of x 跟t of t 相成 得到一个 u n 所以呢 这每一个 u n 所以呢 就是我们 原来的那个 wave equation 的解 而且 他会满足 我们的那两个边界条件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用 还没有用初始条件 可是你要知道说 这每个 u n 他 都是我们的 wave equation 的解 而且呢 他会满足我们 的那两个边界条件 也就是绳子的两端 固定这件事情 那可是呢 就是说 我们为了要满足 初始条件 就像我们之前 在解heel equation 的时候一样 这一个 u n 我们如果把t 用0带进去 然后还有 我们如果把他为分 把t用0带进去 这 u n 各自 他没有办法去满足 我们的 初始条件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只好把 un 拿来做superposition 那因为 根据我们的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对于这种 homogeneous 的pde 那他们的解 superposition 还是原来 pde的解 因此 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他的解 会是这些 un 的superposition 一到五重大 然后把这些 通通 加起来 做subvention 所以有不同 可以有不同的小n 然后每一个 对应自己的 系数 a n b n 所以剩下来的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去把a n b n 找出来 使得 这个初始条件 可以被满足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利用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s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以上 我们是解出了 我们把边界条件定下去之后 那可以满足我们的wave equation 的一些景 也就是他的mode 那剩下的就是由初始条件决定 所以到这边的话 就是说你大概 算是解了一半 你已经知道说 如果 反正我这个绳子 两端固定的 这个系统 那他里面的 震动的mode 就是这些un 那所以呢 我们来先利用这一个 初始条件 也就是t 等于0的时候 然后我们使用 u of x 0 会等于f of x 所以也就是 u of x 0 等于f of x 等于 我们就把t 用0带进去 所以我们会得到它是 所以我们又发现呢 之前学过的forex series 又有用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把f of x 表示成这个sine sine series 的话 那剩下的只是说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 coefficient找出来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 我们知道说 这些an 它会等于l分之2 然后再次强调嘛 就是说 会有这个特性 就是说 每一项的前面的系数 会那么好求 原因也是因为 所以这些sin l分之mπx 它们会 是Orsagen 就是在0到l之间 它们是Orsagen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用另外这个 所以首先 我们把u 对t去尾分 所以这一项尾分 是-an 这看起来有点复杂 mπ a sin l分之mπ a t 加 b n 乘上 l分之mπ a cos l分之mπ a t 乘上 sin l分之mπ x 接下来呢 我们让t等于0带进去 它要等于g of x 它要等于g of x 也就是说 把t用0带进去上面这个式子 我会发现 就前面这一项不见了 同样的我们又发现说我们的目的是把g of x 用sinl分之mπ x 的无穷数列去把它展开 那我们之前就知道说这个括号起来的这一项 系数要怎么求了 我们知道说这这一项系数 其实你可以把这整项当成就是这整项 所以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系数要怎么求了 系数会是l分之2 g of x 所以一样的我们还是去做内积 然后利用它彼此是正交的关系 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这个括号里的这个系数求出来 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系数可以写成bn 乘以l分之mπ a 那因此呢我如果把这个l分之mπ a 除过来 我就可以把bn给算出来了 那我建议各位不要看这个觉得说 啊这个计算很复杂什么的 其实没有吧 那只是把东西一直重新抄而已 那可是你脑子里拜托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样解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利用bundary conditions 把这个un给找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这些un的意义 虽然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 所以就是说利用bc boundary conditions 我们把un给找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知道说superposition principle 是否容许我们用这些un的superposition 去做出一个解 反正它也是原来的那个 微比亏损的解 而且会满足一样的bundary conditions 接下来这一部分 也就是把这个展开系数找出来 靠的就是initial conditions 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啦 那当然在解initial conditions的过程 因为它是那个forear series的expansion 所以我们会用到forear series的概念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好好的回来再看一下这些解 所以你看一个绳子两端 然后我们把它固定以后 那我们就是回来看说那这个解到底是什么 这些un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这些un呢就是我们以前 各位以前可能在国中高中物理里面 大一的服务里面应该都有学到 叫做所谓祝波的东西 standing waves 也就是说呢 我们之前在那个wave equation 的推导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去假设tension t是那个绳子上面的tension 然后row的话呢是单位长度的质量 然后我们定义根号 t除以row会等于a 就是我们那个wave equation 的a 那t的话 是 就是绳子上的tension magnitude of tension 然后row的话 是单位长度的质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a如果越大的话 就表示你的tension越大 那或者是你的mess per unit length 越小 那它的这个解 这个u of xt 也就是我们刚刚 记得到这里为止 我们都只有满足了boundary conditions 而已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点跟这个点 确定 然后呢 绳子上的tension 跟我们的mess 就是单位长度的质量 就是说这个绳子的材质 我知道了 我一旦知道这个绳子的材质是什么 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上面的tension 跟它的mess per unit length 是多少 我知道这个绳子 基本上这会告诉你它的弹性 那这告诉你它的绳子多重 然后呢我告诉你说我两端固定在哪里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这个 这个绳子它的物理特性 这个物理系统的物理特性 就是边界条件 然后这样 这些定了以后 我就可以解出这个superposition 得到的解 所以它满足了边界条件 然后它满足了绳子的这些特性 那因此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解 它是 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注波的superposition 或者我们就是把它叫做 normal mode 所以我们就是说 其实这个superposition 这个解 就是这些un的superposition 然后这个un 这个superposition 其实是一个product solution 就是x of x 乘上d of t 然后我们把这些un 叫做注波 之前比较习惯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弹簧 这个绳子的normal mode 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 摩泰 它的mode 嗨 不知道为什么我写成熊 那记得就是说 你如果去看翻译啊 什么的 中国人可能有不同的写法 中国人可能有不同的翻译 可是反正就是normal mode 那我们一般应该 我记得 小时候到现在 都叫摩泰 那可能中国人 翻成mode 什么的 那 呃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好 那其实这个u of xt 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 u1 of xt 加u2 of xt 加 然后其中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每一个 un 改写成 cn乘上sine 那当然你本来会觉得说 奇怪了 un本来是这样 可是呢 我们会把括号里的这一项 利用 三角函数里的那个叫做 应该是计划合差还是 那也不是啊 就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嘛 就是a乘上cos 加上b乘上sine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角度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sine of l 九分之m pi a乘 t 加 pi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整项 写成这样子 那过程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 補充一下 这个大家以前都会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an平方加bn平方 先提出来 然后再除下去 所以呢 这一项就会变成an除以cn 然后这一项就会变成bn除以cn 然后我们又可以把 an除以cn跟bn除以cn 一个写成sine 一个写成cos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sine cos 这个就会变成cos 0sine 然后呢 这个sine跟这个cos 里面的那个角度 就是我们的这个fin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个应该是计划合差 然后 sine of fin 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不要因为这个数学迷惑 这很简单 只是写的符号稍微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superposition 其实就是一大堆这些standing wave 或者是normal mode 我们把它加起来 所造成的superposition 那我们这样写更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我们从这里来看 就是说 那不同的fine end 代表到底是不同的什么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 不同的fine end的话 代表的就是 不同的这些normal mode 我们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相位差 也就是时间差 你可以想像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两个 注波 两个在震荡的注波加起来 那两个震荡的注波 因为它是注波嘛 所以它在那边震荡的频率 已经固定了 它大小频率 已经固定了 那我们把它加起来 当然除了amplitude 它们彼此的大小 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彼此的大小有差的话 那我们把两个注波加起来 可以插的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相位 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把它相加的时候 正好是 这个注波高起来的时候 那个注波正好高起来 那它们是同相位加起来 那或者是说 如果是反相位相加的话 就是它们这个fine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我们 可以把它用同样的amplitude相加 可是我两个波加起来的时候 它往上的时候 我这个正好往下 那加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会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把波加起来 其实就是干涉 看到的结果就是干涉 那在干涉的时候 其实除了两道 或者是很多道 这也是很多波干涉在一起的结果 很多的mode 加在一起它的interference 那你会看到的结果 除了跟它们彼此之间的amplitude 大小有关的话 另外一个影响很大 就是它们彼此的相位 所以你会干涉的东西 你把它加起来 那最重要的 当然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它们彼此的相位 其实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那因此呢 我们就 可以把这些叫做 所谓的 就是standing waves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 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在同一个时间 它们彼此之间有相位差 也就是findm的话 那就是我们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调整 把它加起来的那个瞬间 这些不同的助波它们的amplitude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 在一个 固定的 x 也就是一个固定的观测 x 在这个x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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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固定这个x这个点 所以un of xt 现在x是固定的 所以x如果固定以后呢 会变得 就是un会随着t来变 那un会怎么随着t来变呢 它其实是一个减斜运动 然后它的那个amplitude 会是 就是cn乘上sine of l分之m pi x 那当然这个x是固定 然后你看到的减斜运动呢 就是以sine l分之m pi a 乘以t 在那边动 所以它的frequency呢 就是2l分之m a 从这里 我们可以去算出它的frequency 是2l分之m a 所以就是说 它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normal mode 或者是这个standing wave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它是standing wave 就是l分之m pi x 这是在x方向上的分布 不同的n 然后呢 它的amplitude 会随着时间变化 那如果在这个点来看的话 那我们会看说它上下 的垂直位移 它会是一个减轻运动 然后它的振幅是这样 然后它的frequency 是这样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前几个n等于123的 这几个画出来 就是 所以在不同的时间 它会是这样 可是它都是 sin l分之m pi x 的形状 可是随着时间不同 也就是这整项 这个amplitude 会不同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虚线 所以这是n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个是first standing wave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first normal mode 这看书都有 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fundamental mode optify vibration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n等于2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standing wave 所以这个点它随着时间永远不会有变化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在L除以2 二分之L的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点 叫做它的node 结点 所以这是second standing wave 然后再往下画的话第三个 它就是会有两个node 两个节点 那在不同的时间看到它 可能就会是像我们的虚线写的这样 所以这是在L除以3的地方 这是在三分之2L的地方 那这个是3rd standing wave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像这个问题 边界条件定下去 我们把它两端固定之后 那在上面的这些normal mode 其实就是这些standing wave 然后呢这些不同的standing wave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阵符把它加起来 然后另外就是说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然后很重要的 除了不同的阵符 我们可以把这些standing wave加起来 还有我们把它加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相位差 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你看嘛 你可以想像说 我把它 它跟它相加的时候 就算阵符一样 可是呢 比如说同样的都是这个大的阵符 可是我可以把这个实线跟这个实线相加 或者是我可以把这个实线跟这个阵符一样 可是相位相反的 祝伯相加 那加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那当然为了要满足不同的initial conditions 那你去加的时候 也就是你求出来的这些ambm的值 当然会不一样 好 那就是说它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像这个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我们刚刚已经求过了 也就是2l分之na 那fundamental mode的话 就是n等于1的时候 所以fundamental frequency f1 就会是2l分之a 因为n等于1 然后我们刚刚又知道说 还在 a等于根号rho分之t 所以是2l分之1 所以这个应该也跟我们的预期一样啊 也就是你的tension越大的话 你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会越高 所以你知道说 你tension越大的话 那个绳子 越紧的话 那它的频率就会越高 然后它的质量如果越小的话 那你也知道说 那绳子如果质量越大的话 它好像动不太起来 那绳子质量越小的话 它会动得比较快 所以它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当然自然会比较高 那这一节的最后一件事情呢 我们来跟大家再讨论一下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所以首先呢 你看我们这里 用了superposition principle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边界条件加下去了 然后就得出了它的fundamental mode 然后我们就 把这些fundamental mode 拿来做superposition 然后想要来 满足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s 不过呢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做superposition of solutions of solutions to easier problems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原来的那个 这个问题 问题 我们去把它改成两个 比较简单的问题 分别去解 然后再把它的解 做superposition 那还会是原来的问题的解 那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 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原来的这个 wave equation 好 这一样是我们的 boundary conditions 没有变 然后它的initial conditions 有两个 那我们把第一个initial condition 下面用红色的画起来 这是第二个initial condition 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我们可以来解两个简单一点的问题 也许你没有觉得 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先解什么呢 第一个 其实是一样的 wave equation 然后一样的 然后一样的 这里有u1 u1 一样的boundary conditions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看一样 我们把它的第一个问题的解 叫做u1 所以这一样的方程式 是一样的初始 呃 边界条件 可是呢你看我们在这里的initial condition 一个跟这个一样 一个跟这个一样 可是呢我们第一个问题 求的解呢 它的initial condition 没有同时满足两个 它只满足这个 初始条件 还有这个初始条件 那这个初始条件 是比这个初始条件 简单 也就是说 初始的每一个点的速度 通通都是0 然后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把它的解叫u2 那它也是一样的 wave equation 然后一样的boundary conditions 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处理的边界 的初始条件 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处理的边界的初始条件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problem2 那这是我们解的 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问题的解合在一起 u等于u1加u2 它会是原来这个问题的解合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问题 会比这个简单 因为它的初始条件 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这里只用了f 然后这里的话就让g 这里的话呢 我们让f 可是呢留下来g of x 那为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只要验证说 首先 我们知道 u1跟u2 它都会是原来的pd1的解 也就是说 因为u1是pd1的解 然后u2也是pd1的解 所以根据superposition principle u1加u2 也会是原来pd1的解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用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确定的是说 这样做出来的u它可以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也可以满足原来的两个初始条件 而我们在把u1u2解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满足了一样的边界条件 但是呢我们只有各自去满足一半的初始条件 那我们要来检查的话就是我们来检查 边界条件有没有被满足呢 所以u of 0t 会是等于u1 of 0t 加u2 of 0t 那我们知道说u1 of 0t 会满足0 然后u2 of 0t 也会是0 所以会是0加0 所以会等于0 所以它们加起来的u 可以满足u of 0t 等于0的原来的问题 的边界条件 然后u of 0t 一样的道理 也是u1 of 0t 加u2 of 0t 会等于什么呢 从这里也知道它会等于0加0 所以同样的也会等于0 所以我们发现说它满足了 原来问题的边界条件 这没有很意外嘛 因为u1 u2本来就满足了 一样边界条件 这样 那我们要来看初始条件也可以吗 所以u of 0t and the u of 0t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以是u1 of 0t 加u2 of 0t 可是我们知道说u1 of 0t 满足了f of 0t 然后u2 of 0t 满足了0 所以会等于f of x 所以u1加u2的解 会满足原来的初始条件 第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u1 of 0t 它要等于u2 u1 of u1对t的微分of 0 加u2对t的微分of 0 然后从各自的问题呢 我们知道说u1对t的微分of 0 会等于0 然后呢 U2 对 T 的为分到 0 会等于 G 的 X 所以会等于 G 的 X 所以我们又发现说 原来它也可以满足原来的这两个 初始条件 也就是说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的 Superposition U1 加 U2 它不但可以满足原来的 PDE 也可以满足原来的边界条件 也可以满足原来的初始条件 所以呢 它也会是原来的 问题的解 那当然在这里你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有一些问题其实很复杂 那我们如果把它拆成比较两个 简单的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解 来做 Superposition 的话 那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其中的一个 初始条件 就是一个是 Homogeneous 然后一个弄成不是 然后就是这个是把这个弄成 Homogeneous 然后这个不是 我们把它加起来的话 其实都可以把原来的解找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的应用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对那个 13.4 的 Wave Equation 介绍 那再次跟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一开始 用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的方法 然后满足原界的条件 把它的 Normal Mode 找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用 Superposition 那我们其中 我们有特别 把这个 Normal Mode 我们去把它拆成 Cn 乘上 Sine of L 分之 M Pi A T 加 Yn 形式 Cn 这里都挂好了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拆成这个形式 我们是强调说他们是主播 然后呢主播每个主播 在每个他们会有自己的那个 Fundamental Frequency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把这些 Normal Mode 加起来的时候 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位 关系 非常重要 所以 大概是这样 到最后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说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还可以这样用 那很重点我觉得前面这些 特别重要 就是说我们把 Normal Mode 加起来 的概念 然后 Normal Mode 相加 然后 当然你可以纯粹想成我就是把 A N B N 求出来 以数学来看没什么 你就去算吧 一定算得出来 可是有趣的其实是在说 我们如果把它变成这样子 Cn 乘以Sine of L 分之 M PiA T 加PiN 的形式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彼此 你把这些 Standing Wave 去加起来的时候 那这些他们的物理意义 所以以上是 13-4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所以就会给大家看 这个视频 点击 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